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這個圖三邊長分別是五、四跟三的長光體 有一隻螞蟻從A頂點A 穿過EF到達G 那麼他問說這隻螞蟻走的最短距離是多少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? 你就把這個面 A、B、A、B這個面 把它轉起來 轉成跟這個面是同一個平面 然後給它拉直線 那現在的話 這一個面的話 我把它畫在這裡 我就是H Z F、E 然後把這個拉起來以後 拉起來的話跟它同一個平面 等於是延伸 往後延伸 那延伸以後就延伸到A B 然後再往後延伸 Z延伸的話就延伸到B 這樣子 好 那這個是五 那這個多少 這個是這一個 這個是三 然後呢 這個 這個多少呢? 這個是四 就是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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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四的平方 那 那加多少呢? 加這個 3加5的平方 那 那這樣等於多少? 這是八 那我可以抽出四 來 四抽出來的話就剩下一 一的平方加上 八抽出四的話 剩下二 二的平方 所以這個是等於四 根號五 所以答案齁 是四根號五 答案是四根號五